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再跟大家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紫橋 那今天這個標題就是堅韌 不曉得很久就是到底要講什麼好 那我覺得目前對我來說 就是我會想要一直當一個媒體人 那怎樣的力量呢 我總結了很久 我覺得媒體人他就是用一種堅韌 就是又柔軟又堅硬 因為堅硬可以堅持自己的理想 柔軟可以圓融的在這種之間保有自己這樣 好 那自我介紹一下我是 還是在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家庭生活教育組 簡稱就是家庭生活教育 那我覺得他是一個呢 就是在台灣還沒有被很總辦認識的科系 他其實也是一個專業 那我們到底學什麼呢 我們學怎麼談戀愛 怎麼找到你生命中對的那個人 那怎麼走入婚姻 怎麼當一個好家長 怎麼在當一個好家長的時候 同時保有那個好伴侶的能力 然後怎麼預備好你未來總一定會老 然後老了 不是老了好 還有你現在的每一個當下 你要怎麼吃怎麼飲食怎麼生活 其實他都是可以學習和預備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學習生活和學習幸福很重要的科系 但我覺得他還值得被增多人認識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會到親子天下 還有我會繼續念教所的原因 好那等於教會講到就是我剛剛辦完一個是吃大的活動 蠻大的活動叫詩青週 然後是讓對話發生這個主題的活動 我是早抽 那也是吃大因為要研究所 是當研究這任主理這樣 那下面是之前的一些經驗 有在焦底擔任都市人 然後當詩青的各種職位 然後有投書到毒品和chairs store 然後也當任教學助教和方案的設計者 好 那開始之前想先問大家想到媒體 你會想到什麼 就是想到媒體或記者 你會想到什麼 就是現在好像很多人都會想到說 什麼記者指教很低啊 或者什麼電視新聞上的錯誤實在是太明顯了之類的 然後甚至是說 什麼手授部讀書找到當記者 其實我們會覺得我們讓我們讀書 但也真的啊 就是沒錯 媒體現在真的有很多值得改善的地方 但他真的只有這樣嗎 好 那我覺得他不會只有這樣 那是思大青年報 他就是思大唯一的學生獨立媒體 是正理師青 那我相信說媒體他絕對不只是 不只是當台那些負面的東西 他可以真正帶來改變的力量 那我們舉個例子 就其實我不是那種從小就暴定 我要當記者當一個媒體人的那種人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做這件事 然後填大學科系的時候 我也完全沒有填任何新聞相關科系 但是進到師青裡 進到師大以後 因為我對文字有點興趣 所以我就誤打誤撞 真的是誤打誤撞加入師青 然後加入師青以後 就會有很多採訪的經驗 然後採訪今天其中有一個 讓我遇上最深刻的是 就因為我們師大的那個借運動的場地 是要原本的借法是要夜排 就是你很像在搶補習辦 是搶什麼門票還怎樣 你是辦要去大排長榮 然後在禮拜一早上六點體育團 打開門的那一瞬間 你就讓他把單子投到箱子裡 所以大家為了 他會按照你投進去的順序 去分配場地 所以大家為了想知道好場地 大家就會半夜兩三點就去排隊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有時候很熱 有時候很冷他們也太辛苦了嘛 然後這不是一個網路化的時代嗎 為什麼不做一個系統就好了 然後對 然後我就去問體育室的人 就用採訪的方式去問他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二三十年來都是這樣借場地的 然後我心裡就 always想說 二三十年前當然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網路化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有沒有想做 做一個系統化的東西 網路系統之類的呢 然後他就說 我們沒有想做 但我們也不知道誰可以做 我們也不會做 然後感覺請客中前是很做耶 然後 所以他們就沒有要做的意思 然後我想說我們這樣不太熟 然後我就自己想說 學校中有做系統的地方吧 然後我就網路上找一找找到 學校一個這樣的資訊中心 資中然後他裡面會做系統 就是他有做 和這個單位做系統的服務的那種 叫他提供性的專業這樣 裡面有幾位中前是專門做這件事的 然後我就再去訪問資中說 你們都可以幫他做一個什麼嗎 然後他說可以啊 但是我不知道體育師有這個需求 然後我再回去訪問體育師 他說我不知道他們有這個服務 他說老師天啊 你的斷層那麼大 然後反正我就一來一回訪問以後 後來他們終於就接起來了 然後接起來以後 他們就有機會去了解彼此 然後最後在幾個月之後 他就生出了一個 有點像副作表單和 某一個什麼東西結合的一個 我覺得看起來沒有太難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呢 重點就是他們之前沒有機會 去了解彼此需要什麼 和彼此有什麼服務 那也是因為這個經驗 讓我很深刻的體會到 就是就是何榮慶說的一句話 他說當記者是 改變社會最快的方式之一 就我我以前聽過這句話 可能覺得還好 但是因為這件事以後 我認真的感受到 因為你報導 是真的可以帶來改變的力量的 那也在幾個相關的經驗之後 我去有點像是統整說說 到底是怎樣的報導 他才能真正帶來改變 因為很多報導 可能就是單方的採訪採訪 那可能就好像 當時有讓那個聲音出來出來的 是就是那個 這個串連起來的報導 就好像也就沒有然後呢 那我就想到底怎樣的報導 才是有然後呢 好所以我們就報導一個活動 我們想跟你說一個關於鴿子 鯨魚海豚大象的故事 鴿子能聽見0.1赫子的聲音 鯨魚能聽見100赫子以下的聲音 海豚呢 它可以聽見10萬赫子的聲音 大象 則能聽見2萬赫子的聲音 你會不會想 它們的頻率都不同 它們之間能產生對話嗎 這個世界有千百種動物 每一種動物都有自己習慣的說話方式 如果不適著找到彼此共同能接受的頻率 那麼就永遠都只是各說各話 議題也是 每個議題都有個體制 每個體制就像是一個小世界 一種動物就像是一種立場 在這個小小世界裡 動物分別站在齒輪上 多想轉向更好的方向 但是頻率不同 不止著溝通 於是卡住 世界也就停止不前 其實 它們只是少了 在相同的基礎上 好好聊聊的機會 發生時 用對方感受得到的頻率 同頻溝通 相互理解 才是真正有效的溝通 才是這個世界需要的對話 我們發現 只有對話 才能一同找到更好的方向 我們想在師大創造一個 讓對話發生的機會 事經 作為師大 唯一學生獨立媒體 我們找回媒體本質 作為一個溝通平台 融得下多元的立場 鼓勵不同角色發生 除此之外 我們更期盼 不只是各說各話的發聲 而是能串聯起多元的聲音 互相理解對話 2017 四星周 遼你一起 讓對話發生 我們一起相信 每次對話 都是一個理解 另一生的契機 我們想跟你說一個關鍵 好 那這個活動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讓大家開始理解 同一件事情會有不一樣的聲音 那建立大家良性表態 溝通的態度 然後也開始關心公眾議題 好然後 我們希望就是用可愛親切的方式 用有溫度的方式 讓大家開始願意接近我們 然後聽我們想說什麼 然後議題的深度 都是我們籌備了至少大約半年 然後我們希望每一個 呈現的議題都是有脈絡性 有深度 然後再用視覺化 圖像化的方式 可能透透到海報 或是到網路上的圖片 呈現出來 讓大家可以看到是有深度 有脈絡 或是太片面的資訊 那廣度的部分就是 我們也做一個互動式的網路平台 希望讓就是無法到現場的人 他也有機會了解我們在做什麼 好 那其實就是想跟大家說 期待媒體有指載 就是其實從自己做起 媒體之所以會 會不會像剛才那樣有充滿了 各種負面的詞 其實不只是媒體 不只是記者 不只是編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影響他的力量 那哪方面可以影響呢 樂聽人 其實我們每天都會在接收 很多很多媒體的資訊 你看報紙也好 像網路文章也好 都會一定會有很多 那我們可以好好選 選有質感的來讀 他就會有他的點閱 就要他獲得支持 那那種太聰動太片面的東西 我們就少點他 他就不會被支持到這樣 那自媒體不被媒的人 我們其實也都是FB 我們都會用 那其實都有自媒體的力量 好 那跟大家簡單推薦幾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 不一樣就是 想說的是 好媒體還是很多的 好 就比如說聯同報導 性媒體中心 他有視覺化論 我覺得很好 那公視的話呢 他是影像專題的部分 他會深入去做很多影片報導 東部的話還是比較關心東米運動 因為很多東西 主流媒體可能不會報導出來 但是他們會保有影像紀錄 那宜仁他是一個專心 新住民的媒體 那新住民就是他們在這裡 其實很難獲得認同 那他嘗試透透報導他們的故事 讓大家台灣人了解他們故事 那他們最近也在試著用他們的語言 就是新住民的語言 來報導他們故事 那他們在這裡也可能到 他們自己被認同的內容 好圖文不符大家怎麼知道 就圖文內容 我覺得很有趣 也是會來在文字之外努力的方向 那讀評 我是很喜歡他 聽讓很多不一樣的意見 被放上去 好我實際好像有點好 那淫汝的話呢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主播 他我覺得他是 除了他在公眾媒體上的主播之外 他也自媒體都可以做得很好 就他的po文啊 什麼都很有人文端華 好最後的日子我在的妻子天下 還是關於教育和教養 算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媒體平台 那除此之外 也希望就是奔進一步 我們可以深化自己肚子裡的東西 也是我才在努力的方向 那如何深化肚子裡的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內容 畢竟還是媒體如何長久生存的段階 那資金其實我們建立FB以來 四年我們從來沒有下作任何廣告 因為我們就是 而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們好像沒有夠多錢 那一部分就是 我們希望就是 還是用內容來取得大家的信任 好最後最後就是 我現在有在清理天下當科學記者 那未來還要練習像 家庭生活教育的研究所 就是我希望可以深化 國用家庭教育這個專業 然後可以繼續這樣我的傳播 不只是追著新聞跑 而是我自己東西可以採出來 那也有在想說可以做任何的自媒體 那他還在他一些朋友討論之中 才可能會以任何的形式誕生 好那最後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一起 堅韌有任性的香氣 只要讓對話發生 改變就會發生 謝謝 謝謝子喬 因為子喬 其實子喬 我覺得他就是很典型的教育